觀眾朋友 後面一波疫情的大浪又要來了嗎 大家知道BSBS5入侵台灣 那麼新任的指揮官王畢生 他就說時間點可能落在8月跟9月 前一波的浪這影響都還在 後面這一波又要來了嗎 其實前一波的浪包括了 小朋友8歲跟12歲居然就中風了耶 還有大人的話確診之後眼中風等等 我們今天都會帶大家來關心 其實光是夏天的溫度 還有大家身體會產生的狀況 原本就跟心血管疾病特別有關 台北市的副市長蔡炳坤 他就在科P旁邊 那麼當時餐序當中中風倒下來 台北市副市長蔡炳坤 在11號晚上餐序的時候突然倒下 被緊急送到聯誼仁愛院區的急診室這邊來 他被評估狀況不是很好 因為他當時意識不清血壓偏高 院方緊急替他做腦部的斷層檢查 跟時間強命只能先動手術 蔡炳坤11號晚上7點49分 被送到急診 斷層檢查發現右側大腦大片出血 合併中線偏移 緊急做開乳手術 清除血塊和腦式引流 並植入腦壓監測器 手術過程1點5小時 目前還在加護病房觀察中 目前生命狀況生命跡象穩定 未來一週是關鍵觀察期 持續所謂的鎮靜治療 控制病人的血壓腦壓等等 目前在鎮靜治療狀況之下 病人大概就是處於一個深度昏迷的狀態 未來一週得密切觀察腦壓狀況 會突然倒下外界猜測 六十三歲的蔡炳昆太疲勞 不管是忙兒童疫苗或臺博管土地 和空總都市計畫蠟燭多頭燒 可能信息部會原本還在討論 應對方案就傳出身體不適 會導致腦出血 醫生說大多數因為這個病 天氣情緒等等各方面 都在影響著大家 那麼以蔡平坤來講 他的右側大腦大片出血 緊急還進行開乳 是的 而且宋醫當時就發現 血壓其實是有一點偏高的 不過是不是單單只有高血壓 其實也有可能跟他當時的狀況很有關係 因為剛剛有聽到 其實他是蠟燭多頭燒 當時又在忙兒童疫苗 又在忙其他事情 再加上你可以看他這個人 其實滿積極認識的 當時事情剛發生的時候 他突然倒下的時候 他本來自己還說沒關係 是市長那時候說不對 你這個狀況你現在手舉一下 才發現他左手舉不起來 你左手舉得起來嗎 對 左手舉得起來嗎 這個時候才發現 他根本就舉不起來 才跟他說不行 嘴巴裡面東西趕快吐掉 然後叫救護車上單架 到上單架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沒有辦法講話 到醫院裡面就已經意識不清了 可是你會想到這樣的人 事實上很多台灣男性 都是這樣的寫照 他一生其實幾乎都在教育界 從老師然後到校長 一直都在教化這些學生 所以他是很習慣的 什麼事情他就是要做得好 可是沒有想到在這一段時間 又剛好遇到台博館這事情 所以才有人說 他是不是因為柯P說了 就是說他對這件事情 其實一直很在意 覺得明明之前都講好了 為什麼現在來這樣說 就覺得好像有點被抹黑 那這些情緒加上疲勞 再像血壓 再像天氣 突然間就爆發了 尤其像今年底要選舉 會不會很多人因為情緒 或者說血壓 甚至有時候天氣 像現在天氣極端變化 比較大一點都會有影響嗎 我們今天會告訴大家 先請這個陳主任告訴大家 就是如果以這個 蔡品坤的情況來看 他會左手舉得起來嗎 那他是右側大腦出血 怎麼會不是同一邊 其實我們的左邊大腦 其實他管的管是右邊的肢體為主 八層到九層以上都是這樣子 所以左邊大腦 他就是管到我們右邊的肢體 除此以外 左邊大腦那邊 還有管腦什麼語言中梳 理解能力等等那一些 所以有些病人 你一看到說右半邊沒力 講話就是文不對題 再看一下片子 有可能他就是我們講 左大腦的中風 而且是比較遠端的 影響到語言區這一部分 當然大腦是很神奇的 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管控的範圍 有些病人中風過 可是看他走來走去 完全沒有症狀 也是有這種狀況的 對 好 那當時柯P做了 很重要的一件事 問他說左手舉得起來嗎 對 有三個是大家可以 第一時間做的指標 對 就我們常講FAS 我想柯老師應該有聽過 我們講過 就是微笑 舉手 說你好 這三招就是我們可以辨識 比如說我們對著鏡子 或者請他笑一下 看他兩邊是不是不對稱 舉手 如果兩隻手 其中一次手舉不起來 或是掉下去的話 那就有問題了 說你好 講不清楚 三個其中一個 如果你本身又是高風險群的話 他有可能真的是發生中風 接下來的T是什麼 就是記得發病的時間 馬上打119 並不是打電話給我 馬上打119去求救 到就近的醫院 才可以做電腦斷層 我們要判斷什麼 梗塞性中風 或者出血性的中風 因為治療是完全不一樣 梗塞性就是打通 我們要把它打通 比如說靜脈溶酸的藥 或者做取酸 出血的話 比如說我們可能需要 開刀等等那一些 不管是哪一種中風 其實我們都是跟時間去賽跑 這個時間大概有多久 其實一分鐘 差不多上百萬個腦細胞死掉 對 而且腦細胞 你拖累越久 死得越多 而且最重要一點 出血性為什麼 它死亡率比梗塞性來得高 因為我們知道說 比如說細胞死掉的時候 它會有一種腫塊效應 什麼叫腫塊效應 就是你手去撞到 腳去撞到 它會慢慢腫起來 可是它不會馬上腫 它會越來越腫 越來越腫 我們頭蓋骨是硬的 對 那裡面的血塊 如果越來越腫 越來腫的時候 它要往哪裡漲 它沒辦法往外 它就往正常那一邊去壓 所以這也是說它所謂中線 合併中線偏移 就是說它從右邊出血 要跑到左邊去了 跑到壓到左邊去 所以它變成說 本來是左邊沒力 看了很多久 連呼吸也影響到 另外一邊也沒力了 有可能就是中線 一直偏一直偏 一直壓下去 而且有一個是往下壓 然後叫腦幹 它的呼吸 心跳 意識都會受到影響到 好 那袁醫師 這看起來就嚴重了 非常嚴重 因為你要看 通常就是血管破掉 理論上我們血管 是應該有彈性的 因為它可以有彈性 它可以去收縮 舒張 但它沒有到彈性的時候 就像個小氣球 一直吹吹 吹到一個程度 砰 爆掉了 所以剛剛說柯市長很厲害 是因為他在有經驗 當你在看一個人的臉的時候 你看到他的臉怎麼 右邊好像嘴角上不揚 沒有辦法動的時候 你就要學這邊可能出血了 你就要問他左半邊有沒有問題 如果他左邊看起來OK的話 左邊看起來有異常 你就要問他右手可不可以舉起來 大概就是一個對稱性的情形 那就是可以趕快猜測 還沒送來之前 為什麼很重要 因為有些時候電腦斷層 不是這麼快就可以做到 所以我馬上我就可以跟你講 我懷疑他是右腦那邊出問題 我懷疑他是哪裡出 大家就可以做個很快速的猜測 這樣可以爭取黃金時間 為什麼要說爭取黃金時間 是因為一個血在出來的時候 有些時候他止不住的 因為鬥腦就像個豆腐渣一樣 他血如果是個大血管破掉的時候 那個血一直出現一直出 他就一直壓一直壓一直壓 你的腦部就會受傷 所以我們就常常會建議大家要看 他的昏迷指數 尤其來到醫院的時候 有所謂的昏迷指數 好 這我就要問 常常在新聞當中聽到什麼 昏迷指數3 昏迷指數多少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昏迷指數非常簡單 我們醫師們不喜歡給零分 零分太不吉利了 所以什麼東西沒有反應 每個就是給一分 所以你最低就是三分 三分就等於非常不好 就是這樣的意思 最主要就是 我們看一個人的時候 就看他眼睛的反應 看他有沒有辦法講話 然後看他有沒有辦法動 所以如果說 他眼睛可以自己睜開 自己做什麼事情 那就是滿分 那麼如果他可以講話 自己講說我叫袁明奇 我在做什麼事情 那就是有條理的話 也就是滿分 五分這樣子 那動作的話 自己可以說我在哪裡 我在什麼地方 那都是滿分 所以是這三個加起來 對 這三個加起來 對 了解 了解 對 那隨著你的受傷的程度 他會越來越退化 譬如說當有些病人 到很嚴重的時候 你要去刺激他 就要捏他的手 他才會講 眼睛才會張開一下子的話 那就很低了 那如果說要去一直說 你講話 咬你咬咬你才出來 講幾句話的話 那就代表已經很低了 那就代表什麼 他已經很嚴重了 那嚴重的時候 當然我們還是強調一件事情 尤其是初血限中 有時候他止住的時候 也許他就穩在那個地方了 因為開腦也是很大的風險 腦開跟不開都有風險 所以如果他止住的話 這個昏迷指數 如果可以慢慢再回到正常的話 代表血已經止住了 那壓力沒有太大 還OK 所以我們會觀察 從9分 10分左右 又慢慢變成12 13分的話 我們就覺得 這可以再觀察 不見得要動手術 但是如果本來是12分 13分 同樣再過一段時間 本來還可以跟你講話 同樣變成不能講話 你就知道糟糕 又在進步 又在退化了 又在退化的時候 你就要趕快再做進一步的檢查 所以有些時候 往往有些時候 在兩段時間內 還要再重複做電腦斷層 看他出血量有沒有變得更多 那再不然就馬上有個心理準備 要準備開刀了 好 所以這叫做 格拉斯哥昏迷指數 大家常聽到的昏迷指數3 原來是眼睛沒有反應 語言沒有反應 動作沒有反應 那正常情況加起來滿分 是4分加5分加6分 就是15分就對了 大家就可以知道說 大家常聽到那個 3真的是非常危機 那主任 剛提到說情緒 人家說氣到中風 這是真的有可能嗎 真的 其實我們講說 如果以個性來講的話 有些人說A型個性 他就是比較激動 比較暴躁等等那些的話 他的血壓都會比較高 比較高的人 其實你知道血管就容易 彈性比較差 久了之後 高血壓就會造成 本來是血脂 糖尿病陸陸續續跟著來 血管不好的時候 他就 當你生氣的時候 我們的交感神經都很亢奮 心跳加速 臉紅耳赤 臉都整個紅起來 臉紅耳赤也是其中一個指標 可能就是 他一開始血壓就飆高 然後開始 我以前這樣講 楊麗花唱歌仔戲的時候 最激動的是什麼 這個好像罵人 然後就 蹦 倒下去了 有可能就是 血壓真的飆得很高 很生氣 飆得很高 然後突然就血管 蹦 倒下去 天啊 當然這個 壓力真的會 壓力真的會 天氣熱的時候 你水分不夠 等等那些 很多因素 都會造就中風 當然情緒的起伏 也是一個 好 那我要問一下 吳醫師 如果真的看到 剛剛這樣提到 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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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怎麼幫 要怎麼幫他 對 所以如果說 一般我們中醫來講 那叫肝氣鬱結 比較嚴重 叫肝火上炎 或叫肝陽上抗 所以我們中醫會用一個叫 酥肝解育 平肝息風的一個穴位 那最好的就是太沖穴 太沖在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的第一腳掌 跟第二腳掌 掌骨的這個終點的地方 叫太沖穴 所以如果說 老公要發作的時候 你就用個腳跟 就從這個 踩下去 但是不能有高跟鞋 高跟鞋會受傷 他這樣不會更氣嗎 他已經快氣瘋了 把他踩昏了就不會了 所以這個穴位 如果我們按他之後 是有什麼樣的幫助 對 我們這樣子去按他 你記得從近心端 我們讓鏡頭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近心端 給他推到遠心端 或是我們用我們的腳跟這樣子 自己 對 這樣子推 右腳推左腳 對 然後一般我們發現 其實降血壓的穴大部分在腳的地方 可是你發現 如果說中風的病人 他快中風了 頭一低的以後 不低沒事 低下去就中風了 所以這時候 很多人就敲碗說 那有沒有上半身的 所以我們就會用一個上半身的穴位 那這個曲磁穴也是降血壓的一個非常好的穴位 那大概在這個地方 我們的手的橫穩過來的地方 手橫穩過來 橫穩端點的地方 那你如果有些人橫穩端點不明顯的話 我們就用這個肌肉還有外上科 外面這裡有個骨頭 還有肌肉內圓 這兩點的中點的地方 這個就叫做曲磁穴 那曲磁穴這樣子 你用旋轉式的柔按 或是這樣子推 往下推 對 這樣他也有降血 對 他也有降血壓的作用 所以我們腳最常用的就是太沖穴 我們的手最常用的就是這個曲磁穴 好 那這個大概做多久之後 假設真的是血壓高 因為我覺得很多家人都有高血壓的問題 血壓高 大概多久會有幫助 一般是三到五分鐘 那針灸的話很快 我在悶診的時候 我曾經用針灸的穴位 在最高的一百九 可以直接降到一百三 至少都可以降十到二十個MMHG 所以這個降血壓的穴位 如果我們自己沒有針的話 你就用一個有尖尖硬硬的地方 這樣子用一點點力量 稍微去揉按它 一定要三到五分鐘以上 那有沒有要先右手或左手都可以嗎 一般先用左手 因為靠近心臟 對 心臟在這邊 所以我們先用左手 再用右手 好 廣告之後來看 那麼在疫情當中 真的讓大家非常驚訝 現在除了新的一波疫情要來之外 另外前一波疫情留下來的問題 小朋友八歲跟十二歲 連兒童怎麼會中風呢 馬上回來 觀眾朋友真的要提高警覺 因為B.A.4 B.A.5 入侵台灣指揮中心的新任指揮官 王毕勝說 可能就在八九月還會爆發大流行 這真的是不能輕忽 尤其小朋友方面 Omicron特別喜歡小朋友 在臺灣之前確診的小朋友有兩例中風 台大醫院公布一項跨院統計一千一百六十三位 十八歲以下的青少年跟兒童 確診個案當中 有十三位是疑似或診斷為腦炎 其中更有兩位是中風的案例 兩名個案中十二歲男童染疫後有發燒 和右側麻木無力症狀 核磁共振檢查發現腦血管病變 和腦左側和右側額葉病變 八歲男童症狀則較嚴重 確診後有發燒局部抽搐 肝腎功能異常等症狀 此症造影檢查發現腦炎核併局部缺血 兩名患者都已經出院 國外期刊2021年針對八千多名確診患者的研究 部分年齡層中風比例是1.3% 相較之下國內確診兒童出現腦中風的比例 沒有特別突出 醫生則提醒Omicron的影響 跟原始株相較還是比較嚴重 它本身的一個血管的變化 有變化的比例蠻高的 所以這一點跟原始株的一個情況 可能不太一樣 這個事件讓大家好緊張 8歲的小朋友一度是重症 那麼12歲的是中症 小朋友居然中風 眼看新一波又要來 是 沒有錯 因為剛剛醫師有提到 看起來Omicron對這些小朋友的影響 似乎比之前的幾個病毒來得嚴重 可是大家擔心的是 那接下來新一波 Omicron的BA4或BA5如果來 尤其現在BA5已經驗到了 而且其實不只台灣驗到了 現在發現在美國 甚至在全球四十幾個國家 它現在很多國家 它都已經是主流病毒株 當它是主流病毒株之後 他們就觀察到幾個現象 其中一個部分是 本來已經平穩的疫情 突然又彈跳上來 這個連全球的統計都是這樣 甚至連韓國政府都提醒他們說 接下來你可能要再度面對 一天二十萬病例的狀況 所以大家是嚴正以待的 為什麼第一個它傳播力真的比較好 雖然我們的指揮中心說 可能高百分之二十 可是有些人說可能更高 那為什麼這麼高 有人說因為它病毒繁殖的速度非常快 它那個病毒量可能是一般病毒 甚至有研究認為可以是到三十四倍 這麼多 第三他們說它突變的部位 它這個突變的部位出現在L452R 這個部位使得它更容易 跟SA2連結合在一起 所以可能與牠的侵犯能力更好 那些種種下來就讓我們更加 他替我們說接下來我們防疫要怎麼做 因為美國已經把打疫苗追加劑到50歲了 所以疫苗的事情會怎麼做 但重點是為什麼要針對這個事情 要嚴正以待 因為小朋友這個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剛才說1163個 其實他們有400多個住院 所以他們住院的比例比大人高一點點 這可能是在於擔心他們自己不會說話 或這些狀況必須要及時掌握 可是他分析是住院的小朋友裡面有37% 有出現過這些相關的神經相似症狀 比如說很嗜睡 頭痛 抽筋 那這些神經相關症狀裡面 他們如果有去做遲症照影的 不是全部都做 但他們發現如果他們有抓去做遲症照影的 裡面居然有四五成 他們都可以觀察到有腦血管的病變 這個好嚇人喔 居然四成五出現了腦血管病變 這個是他們如果有抓去做的這個部分 所以也是值得說 說不定接下來這一波 怎麼樣對他們提供更好的預防 小朋友的育點要怎麼樣種起來 這是大家要值得很重視的一部分 因為我覺得小朋友中風 對大家來講太驚駭了 八歲跟十二歲 那個血管彈性是多好的時候 中風 小朋友怎麼會中風 那他的育後情況跟大人比起來 我撇開疫情來講 以前小朋友中風大部分是什麼 他會有一些先天的問題 比如說家族裡面有一些遺傳的血管問題 或者一些代謝性的問題 所以造成血管或者血液比較粘稠 造成中風 在疫情當中小朋友為什麼中風 其實就是跟免疫有關 其實剛好幾個例子 他發生中風之前 其實都有比較廣泛性的腦炎 甚至有一些抽搐等等那些症狀出現 然後腦炎其實就是 腦部本身實體受損 OK 你看 這個就是剛剛主任提到的 疑似腦炎13個人 那你看他中風也不是只有中風 他是腦炎核併中風跟血管炎 也就是說 不是中風的問題先有腦炎 所以整個腦部可能都已經受影響 是嗎 對 而且 所以他留下部分 他好的時候 留下部分的遺跡 有可能就是我們來講中風 另外就是他本身的免疫系統 有可能是自己打自己 讓那個血管本身出現問題 或者他的凝血功能出現問題 造成血管塞住 腦部就受損了 那像這樣子的癒後 還是會不會一輩子可能會受影響 其實要看他中風的範圍跟影響的範圍 甚至有些影響的比較大 有可能就直接就 就這樣子 當然這個就跟大人一樣 不過小朋友的腦部 他的可塑性相對來說是比較好的 而且時間他可以復健可以再成長 是比較OK 可是還是要看前面那一段 好 那這個原因是 這邊提到光小朋友跟青少年 腦血管病變達四成五 你的了解 確診之後 不管大人小孩的腦血管問題 其實新冠肺炎 對全世界的醫護人員來講 都是一個非常新的議題 大家也不過就是兩年半左右的經驗 所以都在累積 累積的過程的時候 我們就一直在觀察 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大家知道染疫過的人都知道 他非常痛苦 第一個他會高燒 當一個人到了三十 三十九度 四十度左右的時候 對小朋友的腦 都是個很大的傷害 那個組織 你就講講看 就好像被烹煮了一樣 他那個腦細胞都會受傷 受傷的話 跟他周邊的血管 都會有一些病變的情形 大家以為說 小朋友發育過程中 腦的血管是還好 其實也不然 因為他血管慢慢長大 什麼東西 有些時候就不小心 會有些動脈瘤 或是什麼動靜脈瘤 動靜脈瘤管 之類的東西 都是我們很少去檢查 也不容易檢查到的事情 什麼時候會出現狀況 就是沒有睡好 壓力很大 小朋友有可能會有 點血壓高的現象 因為他都會有這種情形 這種血管 一旦在高的時候 就跟大人一樣 他血管有時候 一下子就會 也會出現一些大的問題 更可怕的是 當然染疫 這個病毒 對我們初步了解 還是來攻擊肺部 攻擊肺部的時候 多半咳嗽 一直咳 咳又咳不出來 一直咳 又睡不好 然後整個又發高燒 整個小朋友 有些時候大人都受不了 那小朋友更是難去 去反應出來 所以他都會有些 很可怕的一些現象會發生 那當然說 病毒是不是想要存活 他會不會覺得 肺部不是我理想的狀況 我現在要開始攻擊腦部 那現在看起來 好像有這個趨勢 因為除了大人跟小孩 都有看到 在病發症的過程中 好像是 要有往腦炎那邊 去發展的那個跡象 所以這些都是 都是需要大家 再仔細去觀察 但是不管怎麼講 一旦染疫了 降溫 那趕快積極地處理 積極地去面對它 那這是不二八分 好 主任我補充過你一個問題 因為過去小朋友 我們叫大家觀察說 體溫 活動力 剛提到血壓 我沒有幫小朋友量血壓嗎 如果有小朋友染疫的話 如果可以當然是最好 可是小朋友的血壓劑 那個背帶就不好量 就比較小 特別是小小朋友 真的不好量 可是最重要一點 其實小朋友會有一些 神經學上的症狀 譬如說上面有提到過 抽搐 醫師不清 等等那一些 或胡言亂語 這個有代表 就是他的腦部 開始受到攻擊了 好 就趕快送急診了 對 因為可能接下來大家 或許還會面對到 希望大家都不要面臨 但是讓大家心裡有個地 還有這個 吳醫師 你有一個病人就是 他是成人吧 是 出現了一些腳部的出血 對 我們其實 從打疫苗到現在確診 我們兩三天就會看到一個 兩三天就會看到一個 這個皮下有淤血的情形 那後來我們發現 有一個中藥 它其實很好 一個叫三七 它又出來 又叫川七 它是雲南白藥裡面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成分 那在本草被藥裡面 它講乾苦溫 所以你把它拿來吃的時候 你把它含在嘴巴裡面 很像高麗生 而且還入口 還會回甘的感覺 還蠻好吃的 那後來我們用到這個病人以後 發現它淤血 慢慢它會散掉 而且本草被藥它記載說 它可以活血化淤 然後還可以止血 一般人以為說活血化淤 跟止血好像有衝突 結果我們您常常觀察 它是可以去修復 這個血管的內皮細胞 而且它可以幫助血管的彈性 所以當血管彈性很好的時候 血液循環它會很好 那在出血的時候 它很容易去止血 當彈性很好 血管收縮的時候 它就可以止血 然後它如果說 血液循環不好的時候 它還可以幫助它去推動它 所以它可以活血 它可以止血 了解 所以你說有個老中醫 就用這個方式保養 對 有一個老中醫95歲的 他每天就吃 我們一般的量 一天大概是1克到2克 也就是說早上跟晚上 大概用0.5到1克 各吃大概半湯匙到1湯匙 結果他活到95歲 身體還非常非常的健康 所以他在本草被藥裡面 叫做上品 他建議每個人 每天都要吃一點點 了解 但如果身體狀況複雜的人 還是找你的家庭中醫師 諮詢一下比較安全 接下來我們要請雷師傅 當季的竹筍 對於大家降血壓 穩定血糖也有幫助 雷師傅今天帶了筍子來了 今天要做的料理是什麼 我們要做的是 脆筍拌炒牛肉絲 那其實我們就用這個烏殼綠筍 這烏殼筍 就是所謂的綠竹筍 要下去做這道菜 就我們平常用糧筍的那種 對 平常用糧筍這種 那其實這個糧筍 就我們在這種綠竹筍 怎麼挑選 第一個是彎如牛角 這最主要 第二個就是說 彎如牛角是可以把它當這樣子 當犀牛 對 犀牛角 對 那第二個你看像我們這個 我覺得這一次買的竹筍 非常漂亮 就是說它上面這個尖頭的部分 還有帶一點綠綠的 上頭要綠就對了 如果是枯掉的話 代表要採收下來很久 甚至煮的時候可能會苦 那接下來你看 我們把它剖開 像一般來講 我們都是會先把它水煮過 再給它剖開 像我們在剖的時候 很簡單就是這邊 給它劃一刀 殼這樣子就剝就開了 就那麼簡單 就把它這樣剝就開了 而且這個筍子 剝下來之後 那個水分還那麼的鮮細 芬芋 我削一塊給大家看一下 削下來之後 真的 有沒有 削下來之後 很鮮嫩 水分還很多 所以這代表這個竹筍 是新鮮的 好吃的 今天我們就一樣用這種筍子 就是綠竹筍 去把它做成這道料理 首先我們先把牛小排的部分 先把它去做一個 醃製的一個動作 對 牛小排把它切成細絲之後 接下來把它調一點調味料 首先把這個胡椒的部分 來一點點 為什麼你筍子 會想要搭配牛小排 其實牛肉絲就可以 或肉絲都可以 竹筍炒肉絲 非常爽 叫小朋友過來一下 對 打個兩下竹筍炒肉絲 對 是這種概念 小時候有沒有被竹筍炒肉絲 都有對不對 對 好那接下來我們把它放一點醬油 放下去之後 一樣就把它拌勻 我們呢 因為其實我們今天要做這個筍子 你在醃製的時候 不用加一些什麼米酒 什麼不用 味道不用加很重 所以我們稍微去把它攪拌一下 就OK 那接下來香油的部分 加一點點 在這個牛肉上面 一樣去把它拌勻 然後接下來再把這個 木薯粉的部分 就是要讓它比較滑嫩 把它滑嫩 而且又好吃 把它放進去 在鍋子裡面拌炒均勻一下 OK 那當然接下來 我們把鍋子 稍微去給它熱了一下之後 我們要把這個油的部分 先把它放進去 好 放進去之後 好 我也問一下吳醫師 像以竹筍來講 因為現在就是對不對 那如果就中藥 中醫來講的話 有什麼樣的好處呢 對 因為我們竹筍的話 我們是入味跟大腸筋 它叫肝寒 它不會那麼苦寒 所以這個藥 它吃得可以清熱 但是它不會耗傷 我們人體的症氣 所以它可以清熱消痰 利尿消腫 還可以止泄力 所以不但像確診的人 他之後他可以吃這個東西 來清熱消痰 而且利尿消腫 像我們現在夏天那麼熱 而且每天都有中暑的病人 其實都可以偶爾吃一下 這個竹筍 可以預防中暑 所以不一定要涼筍 像這樣炒過的也可以 就可以 OK 那素性營養素呢 我覺得筍子真的非常適合夏天 而且尤其是這些血壓 控制不好的人來吃 它有三大特點 為什麼適合他們 第一 它高鮮低熱量 它每100公克只有20幾大卡 纖維素非常高 纖維素高的好處是 你知道很多高血壓的人 除了在你這個 情緒很高的時候能爆的話 另外據說上廁所便秘 也常常說他們爆發 心血管危機的時間群 所以它纖維量很高 第三 它含甲量很高 它每100公克的甲超過500毫克 所以對於這些 需要血壓調控的來講 大家知道嗎 低那高甲對這個族群是好的 只不過如果你有腎臟的問題的話 你可能就是相對要稍微控制一下 但是其他也包括維他命C B 或一些多分類 都是很適合血管調節的 OK 所以身體適合的人 可以趁現在中夕來享用 對 而且你筍子先燙過了嗎 筍子先燙過 燙過讓它先煮至軟化之後 我們在炒會比較好拌炒 那我們一般如果做涼筍 會放一把米下去 那你這樣燙筍也需要嗎 不需要 像我們在做涼筍的話 放一把米下去 有人會放辣椒什麼蒜頭什麼之類 是有一點讓它去無純精那種感覺 就不要讓筍子的味道 那種鹼味太重 所以我們讓筍子炒出來才會好吃 好 那我們接下來 把芹菜的部分把它放進去 把芹菜放進去之後 一樣就給它做一個拌炒 OK 其實現在這個季節 包括了像綠竹筍 麻竹筍 還有這個田龍筍 都是現在陸席的 所以反正大家看到的時候 可以買來吃買來用不一樣的料理 好 我們要把它拌炒好之後 我們就準備盛盤 好 我們這一道就完成了 廣告之後來看 那麼有確診之後 解隔離居然眼中風 怎麼會這樣 包括眼睛跟耳朵方面的中風 馬上回來 我們持續提醒大家要小心疫情 是因為可能新的一波過一陣子又會來了 而他對於我們造成的傷害 其實從BA1 BA2已經看得到 兩個男子解隔離之後 是眼睛中風 是 而且他們發生是在 他們已經確診完解隔離之後 解隔離這個兩個男生 他們共同現象 他們一開始以為 自己是不是視力太疲勞了 有時候覺得 看東西有點看不清楚 又有點懵懵的 後來才發現不對 甚至眼睛會出現 像是那種黑懵現象 突然間一片像黑一樣 然後這個時候開始有警覺心 趕快去看醫生 一開始自己心裡想 可能就是用眼過度 沒有辦法沒有想到 醫生一檢查就說 這也是新冠病毒惹的禍 因為你可能是感染 造成一些相關血酸或什麼效應 造成他所謂造成的 俗稱的眼中風 他說這個眼中風的現象 其實在2020年 其實就陸續傳出案例 而且男生比較多 有60%的患者是男生 更重要的是平均年齡很輕 他平均年齡39歲 這麼年輕 對 很年輕 而且發生在比較多 是有三高的族群 整個發生率大概是千分之0.8 但值得注意的是 台灣這兩個案例 其實一個雖然有高血壓病毒 但另一個沒有三高 另外一個是沒有的 不是代表你沒有三高 就沒有風險 還是得注意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發生的是 中央市網膜 如果是動脈阻塞的話 一旦你超過黃金救援時間 因為有人可能覺得 是不是待會也會好 他超過四個小時 他有黃金小時四個小時 超過太久 第一你視力可能會永久毀損 或者是你救回來 也可能只剩下 比較殘餘的視力 所以真的要小心 好 這個黃金時間 其實還蠻短的 比大家想像中還來得短 因為大家有可能 在隔離過程當中 都可能一直追劇 一直在看守 之類的 因為被關在房間裡頭 就覺得是不是視力變差 所以我想問一下主任 這要怎麼小心 那個所謂黑蒙症 眼睛黑 是什麼樣的黑髮 其實以前你講說 請求可能 卡布帝 突然之間 黑下來了 東西蓋下去這樣子 有人講說 比如說電影院 擅長的時候 或者開場的時候 那個木 往上往下 對 突然之間蓋起來 沒多久之後 又慢慢打開了 慢慢打開了 會打開喔 對 慢慢打開 就開始亮了 我又看到了 那大家就以為沒事 以為沒事了 我真的可能太累了 剛剛去看了兩個小時 就有點癡 可是這個 如果你本身是 剛剛講三高的 風險的病人 其實這個 有可能是一個症 就告訴你 你可能是一個 大血管有狹窄 這個症狀 其實我們可以歸類 我們講小中風 或者暫時性腦缺血 這一部分 如果是高風險的族群 快點去找醫師檢查 看看你的頸動脈 那一部分 到底有沒有問題 對 其實在這次的 新冠肺炎裡面 大家應該有印象 記不記得 在打AZ的時候 常常造成腦血栓 腦血栓的話 就是看你的血栓 到底堵在什麼樣的地方 當然它有可能 堵在大的血管 也有可能 堵在小的血管 堵在這個 眼睛的血管的話 我們就稱它為中風 所以在 到腦部 到眼睛的血管裡面 有時候是動脈 那是要趕快處理 有些時候是靜脈堵住 靜脈堵住的話 反而是眼科醫師 要在顯微鏡下 看到你的血管 然後扎一個增進去 給你打一點血栓溶解劑 黃金時間都要把握住 那他都還有機會 去把它解救過來 那到底是什麼原因的話 不要忘記了 新冠不管是你感染到 或是你打上疫苗 對身體上的免疫系統 都是個很大的挑戰 都是個很大的挑戰的時候 大家有時候都輕呼它 無所謂我該做什麼 該勞累還是勞累 該熬夜 繼續玩手機 都繼續做 那它就會侵犯到你 因為你身體 在免疫系統 已經正在打仗 你還不給它 足夠的休息的話 很多事情就會發生 那已經有很多人 是講過了 有些是帶狀炮疹 有些就是耳中風 眼中風 就常常會出現這種現象 好 而且這個眼中風 真的蠻可怕 真的超過90分鐘 四成的視力 只可以恢復到0.1 對於視力 甚至可能會永久喪失 這在眼睛的部分 耳中風也聽到 有例子是疫苗之後 出現耳中風 對 這是一個機場工作人員 他就是打完疫苗之後 他第二劑打 然後他第二天起床 就覺得奇怪了 我的指握耳怎麼聽不到了 然後又是一直開始出現 像耳鳴一樣的聲音 就是一種很奇怪的聲音 後來去醫生那裡 看醫生說他叫做什麼 左側是感應性聽損 他就就醫住院了 住了七天之後 他的聽力還是沒有改善 所以他們覺得說 有沒有可能真的 跟疫苗注射有關 所以他現在問題就很大 有時候手機響了 他也不知道響了 可是事實上老實說 有些人都覺得說 如果只有一隻耳朵聽不到 是不是不會有影響 其實影響很大 因為之前這種突發性耳聾 有時候常常 也可能是一隻耳朵 像之前那個藝人小刀 那當他耳朵 開始聽不到的時候 你看打躲避球 要閃要什麼都聽不見 甚至有時候你想 在這旁邊 如果人家汽車按喇叭 你也搞不清楚 像我有一個朋友他也是 他有一陣子也是太累了 早上醒來突然間以為說 奇怪了怎麼有二座劇電話 因為接起來想說 看到電話那個響 然後接起來 因為這次聽得到 所以聽得到電話 這次拿起來耳朵聽不到 他想說 二座劇電話沒有聲音 後來才知道 原來自己是這種突發性耳聾 這種會出現在什麼時期 比如說這個演員林雨萱 他就是因為 有一陣子哭戲很多 整場一哭 真哭假哭大哭痛哭 哭到他就覺得頭都已經很痛了 可能這時候眼壓也很高 整個身體很難負荷 後來他就發現 體液耗損之下 有一天覺得 左耳聽力也開始下降 有些頻率他完全幾乎聽不到 後來去就醫才發現 說他是一種這種 極性神經性發炎 造成耳朵的聽力的損失 後來開始就醫 慢慢慢慢又找回來 OK 像眼睛的話 黑它是一個很明顯的警訊 可是如果耳朵的話 有時候我們一耳的 聽力比較不好 沒有感覺 那他會怎麼樣 像耳鳴一樣 還是說會發出什麼聲音嗎 一直聽到那個好像喘在叫 高頻的持續的那種聲音 一直持續存在 如果他沒有什麼其他風險 危險因子等等 我還是會建議他 還是要去耳鼻鼓科 做一個比較詳細的聽力檢查 看看有沒有某些音頻 他有可能我們這樣講話 他聽得到 可是有些音頻 他可能完全聽不到 通常是高音頻聽不到 還是低的 不一定 不一定 真的是不一定 另外一種其實在神經科 我們會比較擔心是什麼 就是比較像是波動性的耳鳴 他的耳鳴是什麼 就聽到好像跟心跳差不多 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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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低頻 這也算嗎 一般大家都以為耳鳴就是轰 或者是ㄡ 所以是那種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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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 其實我們是擔心說 腦部血管是不是有出問題 當然有一些是比較緊張 焦慮的人 他躺下去的時候 我們的骨頭傳導聲音會比較大 他的心跳會從骨頭傳到 要聽到 以為聽到耳鳴 頭一個轉一個姿勢 那些聲音又不見了 那種有可能真的是 緊張焦慮造成 可是你最好還是聽到波動性耳鳴 還是要來實驗科看看 你的血管有沒有問題 如果你聽到我們講 一直長的殘叫 嘰嘰嘰的聲音 而且晚上特別大聲那種 最好還是耳皮猶科先檢查看看 這個聽力有沒有問題 好 吳醫師 你自己就有曾經耳鳴過 當時的狀況是怎麼樣 對 因為我上次就 我表演一下 我在看電視 然後手不知道要在忙什麼 然後突然我的手機有聲音 然後我就頭垂直90度去看我的手機 結果突然嘰嘰的一大聲 我嚇一跳就搞不好把頭伸直 然後一直按摩這幾個穴位 然後一下子就好了 那前幾天我幫一個學生上課的時候 我坐著 學生在旁邊看著我在幫人家扎針 結果學生說老師我耳都聽不到了 然後我用這個方法幫他按 馬上就都恢復了 所以要教一下大家怎麼按摩這幾個穴位 那第一個就是這個耳鳴溝 這是耳垂的地方 耳鳴溝 對 我幫學生上課說這個是耳鳴溝 可以來做診斷跟治療的 所以上完課以後 過沒幾天 一個三種的耳鼻喉科的一個助理教授 就把新英格蘭雜誌的報導 傳給我看 所以這個很多雜誌 都發表過這個耳鳴溝 可是我們不是說那個跟心灌好像 對 心血管 心血管的灌心溝是比較垂直的 那這個耳鳴溝是比較水平的 垂直的是這樣子 那有耳鳴溝的人就一定有耳鳴嗎 是嗎 百分之八九十 對 然後這是我們一個耳垂的地方 另外一個就是耳朵上面一公分 前後各兩公分的一個叫暈聽區 那這個是神經傳導到大腦的經過的地方 特別是腦鳴的病人 我們耳鳴是在這邊聽到 腦鳴的人會聽到後腦勺這邊有聲音 所以這個是暈聽區 那另外一個前面的三個學位 叫耳門聽宮聽會 對 後面這邊腳尊 如錫 致脈跟易峰 所以我們按摩的方法大概是這樣子 其實每個人一輩子都會發生幾次耳鳴 一定要立即按摩效果非常的好 第一招就是我們耳尖上面一公分 前後各兩公分 這個叫暈聽區 然後做柔按的方式 這是第一招 那第二招呢 對 用旋轉的柔按的方式 第二招呢 就從這個耳朵尖端上面 這個白色的肉的地方 一個前一個後 耳門聽宮聽會 如錫自賣角孫易峰 按到這個地方 然後呢 另外一個就是耳垂 那其實我自己門診有幾個醫師 在我那邊治療耳鳴 所以我們發現耳鳴呢 雖然我們說黃金期是一個禮拜 其實我個人認為黃金期應該是當下 所以你在耳鳴的當下 你一邊按摩一邊趕快就醫 那醫師他可能會開一些肋骨唇 或B群給你吃 那很可能你在按摩的當下 在送醫的期間 他就已經好了 所以我曾經發生過兩次 那我自己都這樣按摩 都馬上就修復了 好 所以第一個方法 就是在上面這個區域 用這樣旋轉的方式 那第二個就是兩邊這樣子 慢慢的按下來 前後由上到下 那大概都要按多久 我建議都要按五分鐘以上 五分鐘 對 甚至隨時隨地都可以按 我從前幾天我嚇一跳以後 我幾乎現在每天都在按 其實他有保養的作用 因為我二哥也耳鳴 我三哥也耳鳴 我也怕我耳鳴 所以我在預防 看能不能到八十歲以後再耳鳴 好 我跟大家講一下 耳鳴跟耳中風是兩件事 但是有耳鳴的人很多 所以無疑是又提供大家這個方法 總之如果覺得說不太對勁 需要去檢查 趕快找這個相關的醫師 去做進一步的檢查 廣告之後來看 那麼現在夏天也是 我們心血管疾病 發生了高危險時間 飲食上有一些水分很高的 馬上回來 夏天除了補水多喝水之外 有一些補水食材 對 我們今天做這道菜 鮮酥水嫩雙脆 蔬菜的部分就三種 就是小黃瓜 然後白蘿蔔還有紅椒的部分 我們要先炒這些東西 首先在鍋子裡面 放一點點硬加果油 把它放進去之後 冷鍋冷油就OK了 把它放進去之後 先把白蘿蔔炒進去 有順序的 對 因為白蘿蔔它比較 對 它需要的時間要多一點點 但問題是現在白蘿蔔季節的東西 它很水嫩 比較不會那麼粗絲 所以也OK 就把它放進去 在鍋子裡面 去給它做一個拌炒 因為相對像小黃瓜跟甜椒 它甚至都可以生吃 白蘿蔔也有生吃 我們在吃生魚片的時候 對 磨那個泥 不是 那個蘿蔔絲 對不對 那個就絲 還有那個 烏魚子的時候會夾對不對 對 都很清爽 對不對 清爽是非常棒的 一樣在鍋子裡面 去給它做一個拌炒豬肉 先把它撒一點鹽巴 醃一點鹽巴在裡面 好 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說我在炒的步驟裡面 白蘿蔔跟紅椒下去之後 我現在把鹽巴放進去 為什麼不把小黃瓜放進去 再把鹽巴放進去 為什麼 因為把小黃瓜放進去 再把鹽巴放進去 會出水 出水小黃瓜就不脆 了解 所以炒小黃瓜的溫度 跟速度要迅速一點 OK 所以我們現在把它放進去之後 開始開大火 再把小黃瓜的部分放進去 一樣去給它做一個 半小的一個動作 我們說人要水嫩水嫩 沒有想到蔬菜也有水嫩的 沒錯 尤其在夏天期間 因為大家流汗多 或在空調室裡面補水很重要 可是很多人補水都只想到說 我是不是喝水或喝湯 可是湯又擔心鹽會吃進來 所以其實吃食物裡面的水 也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那補水第一名 就是小黃瓜或大黃瓜 如果大家有印象 之前 中國在舉辦那個博覽會的時候 萬國博覽會的時候 很多人在排隊在豔陽下 一隻手是扇子 另外一隻手是大黃瓜 為什麼 因為它是很好的補水來源 而且裡面又富含了維他命C 另外還有很高水量的蔬菜 就包括我們的結球 萵具 或者是芹菜 或者是白蘿蔔 番茄以及甜椒 甜椒跟番茄其實很好 因為甜椒本身是一個 高維他命C的蔬菜 所以你吃到水也吃到維他命C 番茄還有茄紅素 白蘿蔔還是蘿蔔流素 其實是非常好的 另外像芹菜 結球 萵具 都是同時把水跟好的營養素吃進來 比你喝湯會更好 而且他們的水分含量 大家看這一張板 他水分含量都達到95%以上 真的是比大家想像中還高 雷師傅他在底下 這些含水蔬菜已經炒得差不多 你看他炒出來也是很水嫩的 沒有說把它炒得乾乾的 所以他這個要怎麼抓 就是快是不是 要快 一定要快 火的部分要夠大 然後再翻炒的時候 剛剛我們都有看到你帥氣的動作 你再把它放下去炒個五六七八下 這樣子一直給他快速的炒 炒一炒之後 他其實這樣子爽脆的 爽脆的那種口感就會出來 對 因為我們要他的水分 如果把水分都炒掉了 那就沒有意義了 是 好 我們現在將這個干貝的 就扇貝的部分 跟蝦仁部分放進去之後 採一點鹽巴 接下來醬油的部分 放一點點下去 好 你說夏天的話 其實吃海鮮也是比較清爽 魚蝦蟹背裡面 其實就只有魚 它比較不清爽而已 其他的部分 其實都很適合當清爽的一些料理 舉例來講 像我們那個泰式涼拌 就是用火雞 然後那個什麼蝦仁 然後什麼蟹肉 下去把它做一個 做一個就是有一點拌勻的那種動作 對 所以在夏天 反而適合多吃這些海鮮 是的 好 我們現在把這個蝦仁 跟扇貝還有就是 加一點這個番茄 下去翻炒之後 接下來我要加一個秘密武器 好 這一碗到底是什麼 看起來 這個就是我們要勾芡 是 然後讓大家看一下 有多麼 這也太割了吧 這麼割 對 天然的芡汁 我通常會用什麼你知道 你通常用蓮藕粉 或者是山藥 對 這個叫做白木耳 白木耳泥 把白木耳泥放進去之後 讓它有點透明感 而且又可以養肺多好 又可以養肺的 把它放進去之後 然後稍微在鍋子裡面 一樣加了去給它做一個翻炒 那看起來有一點 咯咯這樣子有沒有 這天然的芡汁 就出來了 太好了 對 好 原因是像夏天 因為也是心血管疾病 發生的高危險時期 你有什麼提醒大家的地方 其實一般來講 最重要是水分的補充 因為我們本身 在夏天是很熱 血管本身就會熱脹冷縮 血管就會放鬆 然後又會出汗 本身就會排水很多 現在最可怕的事情 是什麼東西 就是冬天的時候 有些人血壓很高 他可能吃很多 額外的高血壓用藥 但夏天的時候 他忘記停下來的時候 他反而血壓會 驟降得很快 所以如果你是有常常出去 你知道自己常常在出汗 很容易出汗那種體質 又不喜歡喝水的人的話 在夏天的時候 特別特別注意 剛剛你身上一缺水的時候 馬上血管會緊繃 血壓就會上去 再加上你出汗出很多的話 電解質會馬上不平衡 這些都是導致血管 心血管病變 非常容易發生的原因 好 那麼我們現在 雷師傅這一道也完成了 炎炎下熱的補水料理 試試這道鮮酥水嫩霜脆 新鮮蔬菜有助於補充纖維質 搭配特條醬汁 與鮮美的海鮮一同入口 幫你預防心血管病變 好 這一點真的非常重要 雷師 那如果大家 在電解質的部分 除了白開水還可以怎麼做 其實身體上 在心臟血管的運作裡面 最重要就是水分 水分就是汽油加滿了 然後你要讓它動 動什麼東西 就靠鈉 甲跟鈣 非常重要 夏天疏患出太多 鈉就會流失很多 所以如何適當的補充回去 所以從電解質的水 運動飲料 現在當然還是有些椰子水 那些東西 都是可以適當的去補充 可以幫助很大了嗎 OK 那如果要喝運動飲料 最好是跟水一比一 對水把它稀釋一下 這樣對健康比較好 希望大家都平安 下次見 你的健康訊息 你就可以接收到囉